這次的《十一湯》一班底有新的成員 包括有KW 朱敏熙老師 他負責幫我作曲 其實在作曲的過程中 我記得第一次錄音的時候 他有過來指導我 因為我記得這個demo開頭是國語版來的 而我完全沒有想過是香港的作曲人作的 所以我那時候聽的時候我還問 是否有新的demo來自台灣 但之後我發現原來是香港的作曲人 所以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個曲風這一種快歌 據我所知他也是專門戲老師 也是第一次去嘗試快歌 我就覺得真的挺好的 因為以往很多時候有些快歌 我們都會找國外的demo 比較少留意香港本地的製作 但是這次看到其實香港的製作都 從快歌來說其實都很高水準 這次的這個歌詞其實是藉著木偶這個題材 去說回自己 因為我覺得在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慢慢自己都變成了一個木偶的一個人 就是以為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其實不知道自己是被操控著的一個木偶 所以都希望自己可以覺醒回 還有可以變成一個可以聽到別人說話的一個藝人 所以大家可以多點留意 有些自嘲啊 有些相片是那種比較開玩笑的 就是自己都想笑自己的那種很煩味的一種感覺 所以都找了梁柏堅老師 其實一直都有留意梁柏堅老師的作品 其實都很欣賞它 因為梁柏堅老師也知道他的作品 或者說他自己本身在社交媒體裡面 給別人的印象都是比較喚味的 曲風和過去其實都比以往那種 第九胎、第十胎 其實他是算一個可以的 但是都比較流行的曲風 因為首先副歌真的都很容易入腦 如果他們不想留意太多深奧的一些內容 其實我覺得只記得Dummy這個詞 我已經覺得達成我的目的了 其實這首歌都籌備了很久了 半路...半路殺出來的 因為其實本身今年第一首歌 不想要走一些那麼多的東西 所以走一些比較輕鬆的一些風感 但是因為斥策之後 對於自己的很多表現都不是很滿意 所以都希望唱一首比較自嘲的一首歌 藉著這首歌去提醒自己 其實自己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所以這次的準備時間都比較長 如果看MV的話 可能就不會太直觀地感受到 因為這次我找了一個新的導演叫Aless Wu 他是一個比較... 在台灣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導演 其實他拍攝的主要性 他劇情性的東西比較少 所以大家在畫面上看到的 可能大部分只是一個比較抽象的一些畫面 主要都是專注於跳舞 這次的班底其實還有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排舞老師其實是小豬的排舞... 即是御用排舞老師...大木老師 其實在台灣也是一個... 即是在香港有經驗的排舞師 所以其實非常之榮幸可以請到他 那個打頭的動作 其實在大木老師未排之前 其實我已經自己設計了這個動作 想敲醒自己的動作 當我一聽到這首歌的前奏的時候 我第一次想到的就是這個動作 所以我也跟大木老師說 我希望把這個動作放在一個標誌裡面